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真的不太好受啊 好 凤星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的确我们看到这两天的金融市场的气氛 投资人有点像是惊弓之鸟 最主要的原因主要包括了除了基本面的一个因素 经济数据比较疲弱之外 当然外在的因素包括了上个礼拜开始延烧的 像是美国总统川普的一个弹劾的一个调查 然后在外部像是欧洲的一个英国脱欧议题 甚至市场很担心的就是下个礼拜即将登场的 就是在美中的一个贸易协商的部分 所以就市场的一个情绪上是相对比较谨慎一些 那就像凤星刚刚提到的 如果以美股的一个四大指数 昨天其实是一度同步跌破了季线 也同步跌破了半年线 那算也同步跌破了一个重要的一个景线关卡支撑 以S&P500指数大概是在2929点左右 所以这部分跌破了一个重要的一个技术面的一个支撑来看的话 就显示着目前的一个整个未来这几天的一个盘势 还是会相对比较震荡 那因为它既然已经跌破了季线跟年线 半年线的一个支撑 所以接下来的一个下档的一个支撑呢 可能就是要去看八月份 有三个的一个小小的一个低点 大概落在如果以收盘价 大概是落在2840到2847附近 那这同时呢 再往下大概也就是年线左右 目前大概是在2837点 还在缓步的一个往上的状态 所以目前的一个下档潜在的一个空间 大概就是一到两个百分点左右 所以大概2840这个附近就是很重要的一个指标 一个观察指标了 年线技术上都是如此 对没错 如果说因为市场的一个情绪相对比较恐慌的话 的确有可能也有短暂去跌破年线 但这部分只要不要去大幅跌破年线的话 我们觉得应该还算是一个可接受的一个 技术面的一个回调 那第二个要回到的就是在景气面的一个部分 我想包括了昨天就是10月1号公布的 ISM制造业指数 已经是连续两个月低于扩张点之二 对那这部分的确是让市场比较担心 不过我们还是要提一下 如果就制造业对于整个目前全球经济的一个影响程度 虽然它是一个相当的一个领先指标 但是其实它就目前全球经济的一个结构面的占比 其实已经比起过去1970年1980年那时候 其实是来的降低很多 那我们举1970到1980那时候 其实整个美国的一个经济大概有两成的一个明目GDP 是来自于制造业 那GDP的波动呢 大概有六成是来自于制造业所造成的 但是相较于现在这个占比大概只降到一成左右 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如果就19701980那时候有四次 美国ISM制造业指数也跌破了扩张点50 那那时候呢 接下来美国经济现物衰退的几率有三次 所以几率大概有75% 但是到1990年之后 其实ISM跌破50扩张点这样的一个状态 有六次的一个情况 只有两次美国经济接下来真的进入到衰退 也就是发生在2000年的网通泡沫 还有在2008年的一个金融海啸那时候 所以我们是觉得如果以目前的一个经济状况 的确我们觉得不论是美国或全球经济都是在一个放缓 而且下行压力 因为受到贸易纷争的一个不确定性影响 下行压力还是蛮大的一个状态之下 的确会是在一个比较让投资人会比较担心 但如果你真的去解读说 是不是真的有这么糟糕的一个情况 但我们倒是也没有那么的一个悲观 那最主要还是在于 因为制造业占比降低 最主要就是在服务业的一个部分 那当然今天晚上公布出来的ISM的一个服务业指数 就相当的一个重要 目前预估大概还是可以维持在55 虽然比上个月的56.4来的略低 但是至少都还撑在扩张点之上 另外一个大家很关心的 就是在美国的就业市场的部分 因为昨天的ADP机构 大概平均就越增了13.5万人 大概也是三个月来最小 也是让市场有点担心 不过因为其实我们觉得 如果以目前美国的经济循环 是走到末期的一个状态的话 整个每个月的一个平均新增就业人口 大概是落在12到15万人 我们觉得这算是一个可接受的一个状态 也算是一个比较温和 那也要大家也不要忘记说 在目前如果这种景气循环的一个末期 就业市场太过强劲的话 反而会去进一步的加速驱动 整个薪资跟通膨的一个压力 那如果目前就业市场是在一个温和 但是还没有陷入到比方说 大幅跌破10万人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 其实对于整体的经济 甚至在央行的一个宽松政策的维持 都反而是一个比较正面的一个投资环境 所以经济基本面上面 还不能够说它就真的是要走缓 或者是甚至于衰退了 目前美国经济的确会是在一个走缓 不论是经济成长动能 或者是在整个企业获利的表现上 走缓但没有衰退 对对对对 那主要以目前上是下半年美国的经济 目前大概都还预估有在1.8到2% 其实还算是一个相对温和的一个状态 你们会不会担心 如果美股继续这样下跌的话 它可能引爆的是美国经济 这个放缓会走向衰退呢 的确 这是最近很多的一个 像我们坦不论集团的一个 很多投资长其实也在关注的议题 因为我们最担心的是 因为制造业的一个长期的一个 比较长时间的低迷 会进一步去影响到了 在整个企业投资 或者是尤其是在消费者的 一个购买意愿上 这会造成经济的一个放缓 进入到衰退一个 所谓的一个自我实现的一个循环 那这是我们比较 我们觉得未来要关注的风险 但以目前来看的话 我们倒觉得还没有那么的一个严重 或者是到这个临界点的原因 还是在于目前包括了 像是整体的一个美国的 基本上它的就业市场 我们觉得还算是一个相对稳健的 一个情况 不论就一些新增的就业人口 或者是在整个民众的一些 所谓的一个 它的一个辞职率的相关的一个数据 那更重要的是在消费者的一个信心上 基本上还是维持在一个 相对稳健的一个情况 这是我们觉得对于目前美国经济 还是扮演一个它很重要支撑的 一个要角的一个因素 所以刚刚你会特别提服务业的这个景气指标 就业市场 其实都是因为这实在是在美国的经济动能上面 最重要的一个 所以这也就凸显出这个礼拜五的这一个 非农就业报告很重要了 对 没错 因为不只是要看失业率的状况 然后新增就业的这个状况 可能也要看这个薪资调整的一个状况 对 对 对 好 那么刚刚提到的都是现在 美国股市在技术面上面 或者是基本面 可是在贸易战上面 好 下个礼拜的贸易谈判 我想它也是很关键 因为这真的会攸关到底整个第四季 甚至到明年第一季的一个企业获利跟经济 那以目前我们基本上的判断是认为说 有可能还是会呈现一个比较边走边打 边谈的一个状态 那要达成初步的一个协议是有几率 但是要达成全面的协议 我觉得几率还是没有那么的一个高 所以目前的预估是 可能10月15号那一批加征关税 有可能还是会上路 但是我们看到最近很多美国企业 都试图透过一些豁免 或者是美国官方也有透过豁免的手段 希望能够降低它的冲击 那下一个时间点可能得的 可能比较有可能进一步修兵的机会 会落在11月份的16跟17 那时候APEC要召开领袖高峰会 有可能市场目前揣测 有可能是穿袭下一次见面的一个时间点 但就整体来看的话 我想真的到明年的一个 美国总统选举之前 可能这个议题都还是会呈现一个 持续纷扰的一个情况 那也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之下 是造成目前全球经济 金融市场都是一个高度不确定性的一个环境 所以波动加大是一个必然的一个环境 那只是在这个波动环境当中 并不是完全的一个走空或者是走多 那这时候投资人可能就是在资产配置上 要比较采取就是股价均衡 然后再平衡成长跟整个防御 这样子的一个多重的一个类别的一个资产 都要同时兼顾的一个策略 是比较适合目前的一个投资器 你们会担心出现这个贸易战之外的金融战吗 就是在上个礼拜五传出来 的确这是最近有开始在讨论 那如果是这个发生的话 真的会对金融市场造成更大的一个 尤其是在信息面跟资金面的冲击 好 这些其实有一些隐忧 不是完全会实现 但要注意就是了 谢谢 谢谢